加州水资源委员会昨天提出市型条例 要求部分用水量大的加州城市 缩减用水量提高 其中亚凯迪亚市面积广 人均用水量高 因此被要求减少35%的用水量 亚凯迪亚市府昨晚召开会议 将于5月5号开始提高节水比例 为了保证未来足够的供水 亚凯迪亚市府近日花费200万美元 购买了3000英亩英尺的地下水 昨天下午加州水资源委员会 提一要求亚凯迪亚 新港滩 Yuba Linda和Glandora等 人均用水比例高的城市 将缩减用水比例提高到35% 亚凯迪亚市面积大 草皮植被广 人口却只有5万多人 因此人均用水较多 由于水资源紧张 亚凯迪亚市府已经停止了 为马路中央的草坪继续浇水 市府表示亚凯迪亚去年 已经缩减用水10% 为继续减少用水 市府规定从5月5日开始 居民只可在每周246 早上9点前与晚上6点后 为自家草坪浇水 一些市民对节水措施表示支持 节约用水特别特别重要了 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意识才行的 感觉它比较干涨 大家都要接约用水 太浪费水了 这个草皮太浪费水了 大批农地都不再投产嘛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奢侈放到第二位 先把民生必须 农业就业摆到第一位 我想这更重要 亚凯地亚市节水新规定还包括 酒店客人可以要求 不必每天清洗自己房间的床单和毛巾 餐厅不会主动为客人提供饮水 用于自家洗车的水管上 必须安装水枪开关 违反者将被罚款100到500美元 落成18台记者王宇晨 孙孟一采访报道 留住 不 小 这 这 Covid 感谢观看